你先来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仲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影运记录制造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再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再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的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很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公众的捐款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的报道 做更深入的讨论 我想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 我们其实谈到了台中一中的学生 在园游会里头用谐音梗 来做某种的玩笑或是嘲讽 那这引起了很多民众的不满 特别是这个谐音梗是对原住民有这样歧视的意味 那没想到这个节目播出没多久 或者是这个事件发生没多久 台大的这个言论自由月 还有包括这个台大经济系学会会长的选举 也爆出了透过这样的文字 产生了这些歧视的现象 那这歧视的现象可能包括少数族群 也包括了某种的性少数 一样引起的社会大众的这些这种不满 或是有非常多的讨论 在上一次我们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们是从高中公民教育的现场 现场邀请的这个文化高中的 萧维善老师来跟他谈这个议题 那不过我今天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 因为很多人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觉得说啊这只是一个开开玩笑啊 没什么大眼大无伤大眼 没什么了不起啊 或是有人学的说 这其实是跟台湾最近这几年的政治人物的言行 或者是在台湾的这种脱口秀 颜上文化是有一些关联的 所以今天就要来邀请到的是 南华大学的应用社会系的这个老师 周平周老师 因为他在南华大学开了一门课 叫做校化社会学 我想周老师来谈这样的议题 应该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周老师你好 你好中翔 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节目 跟阅听人来商讨这个议题 嗯 谢谢周老师 对那我刚刚在一开始的开场的时候 提到您开了一门课叫校化社会学 就是我知道你平常很喜欢讲校话 然后在那个社运的现场 就是也常常会这个语出惊人 然后把一些严肃的议题 稍微的缓和一下 用幽默的方式来呈现 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会开校化社会学这一堂课吗 为什么开这门课之前 当然我要先说明一下 你知道我是蒋经国的儿子吗 第五个儿子 所以蒋经国的儿子都是校字呗 讲校文讲校文讲校有嘛 我叫做讲校话 OK 好好好 当然这是一个校话 我希望这个校话没有冒犯任何人 那为什么会开校化社会学呢 因为我认为校 校跟校话不完全一样 校 校话呢 牵涉到的就是人际关系里面的一种 关系对等或不对等的问题 甚至于有很多的学者研究发现 人类的校 人类具有校这个能力 当然人类不是特殊的 因为林长类 还有甚至于涅齿类动物 都有校的能力 但是人类的校 绝大部分 绝大部分大概就是三十比一 是发生在与他人共处的情境当中 我们会产生校 所以校其实是一种社会互动 它具有象征意义 所以我就对这个议题 它既然是在社会情境当中发生的 我就认为校化是一个社会现象 所以我就开校化社会学 这个在社会学界非常边缘的一个领域 在台湾也非常少人会教 那通常教这个的 比如说像教教化社会学的学者 里面第二帅的 就是台大孙中心老师 至于他为什么第二帅 大家不要做太多推论 因为怕伤害他 我不要再推论 你一直要以诱我说 就是你第一帅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这样 其实你智力蛮正常的 我还是讲出来了 因为我要讨好我的来宾 我不可以随便 了解了解 所以这些课在上什么 就是你刚刚谈到校化社会学 事实上校化本身是跟人的 这种什么社会关系是有关的 然后这种互动是有关 待会我们可以在这部分再来做这样的一个更深度的讨论 那那个你刚刚提到的就是除了这有关之外 其实我还蛮想知道 校化社会学带来的上什么内容 当然如果说用比较传统的社会学理论来看校化的话 比如说在社会当中出现校化 有些校化它甚至于是已经制度化了 比如说我们的传统仪式当中有些搞笑的人物 在仪式当中扮演的就是让大家逗笑 然后就可以完成一个传统仪式 或者是已经被制度化的一些人物类型 比如说美婆 丑 比如说像传统戏剧里面的圣诞寂寞丑 这个丑可能就是在戏剧的类型当中 它就是扮演搞笑的 丑当然绝大部分是男性 但是也有所谓的女丑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其中一个校化社会学可以探讨的问题 他们在社会当中存在可能是具有社会功能的 有时候他可以帮助这个社会 就强化凝聚力 或者是帮助这个社会面对苦难 然后超越这个苦难 透过笑的方式 甚至于米贫伤痛 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笑话或笑在社会当中 他可以破冰 人际关系如果不是非常的熟悉 比较尴尬的情况下 出现一个笑话 也许双方的关系就会很快的就会溶冰 然后就会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当然对个人而言 他可能会有一种功能 就是化解紧张 Tension Relief 就是透过笑我们可以抒压 所以这些是功能性的 但是我们发现 很多人以为说笑话 甚至于坊间的笑话书都会说 笑话基本上就是正面的 但是这种正面的说法 我会称之为正向迷思 因为社会学常会注意到一个东西 只要有关系就会有权力的 或是资源分配的不对等 所以关系上的不对等 也可能会透过笑话的方式来强化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透过笑的方式来凸显 我比别人强大 所以就有一种所谓的优越性的笑话理论 认为说我们常会笑别人的弱点 别人的惨状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瞬间的荣耀 比如说我比他好好笑 这种征服的笑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冲突论的角度看到说 其实非常多的笑话是在制造冲突 制造权力关系不对等 或者是利用笑来打压弱势者 所以其实笑话本身事实上 就是你刚刚谈到他有某种的正向功能 例如说刚刚谈到破冰 例如说化解这种紧张 然后自己稍微心情比较好 甚至有很多人说朋友之间开开玩笑 可以增加一些乐趣跟情感 你刚刚谈到一个还蛮重要的 他其实也是一种所谓的权力的展现 这让我想到卓别宁曾经说过 就是说当有人说笑话的时候 或者说喜剧的同时也可能意味着悲剧是同时发生的 所以这些人觉得好笑 但是其实被笑的人他可能觉得是不好笑 所以这也许就是这一阵子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学生 或许他可能真的是无心 但是我觉得无心的不是故意的更可怕 这件事情非常值得再去讨论 或许他真的无心 或者他只是开开玩笑 可是你的意思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恐怕就展现了出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权力的关系 然后得到了某种自我的满足 意思是这样子 是没错 你刚刚提到卓别宁 他当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幽默大师 而且他的幽默方式是在默片时代 所以他展现的幽默几乎是没有语言的 换句话说 其实搞笑有使用语言的搞笑 也有非语言的 甚至于叫做肢体幽默 那卓别宁的搞笑呢 他某种程度是让当时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苦大众 可以透过这种默片 这种搞笑的夸张动作 得到某种程度 就是工人 工作是被剥削 苦闷 或对于现代性的那种机械化 人变成是一种齿轮的一种嘲讽 透过这种搞笑呢 观众可以得到非常大的这种能量的抒发 就是所谓的抒压的效果 所以左边确实是伟大的 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左边 他这样子的搞笑方式 其实他也展现了一种反抗性幽默 反抗性幽默其实某种程度 就是透过笑来批判某种权威 我们在这种权威或是一种结构性的权利之下 我们是无奈的 无法改变他的 比如说像他的摩登时代 就是非常有名 其实我们现代社会的那种肢体幽默的 那种典型人物就是痘痘先生 他其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也有很多新的发展 那至于我们为什么会去笑弱势者 就像我们最近台湾这些年轻人 他们会用这种搞笑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自我认同 有一部分有可能是这些年轻人 要透过这种搞笑来展现一种冒犯 这也是笑话理论里面的一个核心 就是其实笑话多半都必然牵涉到某种冒犯 所以有一位学者 笑话心理学的学者 他叫做那个McClaude 他就注意到说 笑话有三个条件 一个就是冒犯 第二个就是它必须是良性 第三个就是冒犯跟良性 必须是同时发生 所以良性冒犯的笑话 可能就是冒犯了既有的道德上面的规范 也有可能是冒犯了既有生活上面的规则 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失邪的感觉 说这件事情跟我预期的不一样 失邪 如果是道德性的冒犯 我们也会产生失邪 但是我们同时也可能会产生一种瞬间的荣耀 就是优越性 而产生笑 但是当我们用冒犯来产生搞笑的效果 但是冒犯的对象 或者说这个笑话冒犯的时候 所牵连到的对象是社会当中的弱势者 这时候这个冒犯就会变成伤害 有伤害的特质的这种冒犯型的笑话 它可能就不是良性 是恶性的笑话 至于什么是良性的笑话 什么是恶性的笑话 它没有绝对客观的标准 比如说你觉得无伤大雅 但是有人可能会觉得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冒犯 不好笑 所以良性冒犯好笑 但是冒犯到恶性的时候 它会不好笑 完全没有冒犯 也不好笑 因为它太平常了 所以拿捏分寸当中 可能很多年轻人 就会出现 社会大众觉得是恶性 但是他们自己觉得 无伤大雅的良性冒犯 所以他们觉得好笑 但是大家觉得非常拙劣 不好笑 特别是弱势者受到伤害 这个其实有点麻烦 就是说的人 他可能也可能是故意的 他展现是某种的荣耀 或是自己也很行 所以我去透过笑话去贬义别人 那他也可能是纯粹的觉得好玩 那不管怎么样 他是故意贬义别人 或是纯粹的好玩 听的人他就会不舒服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 在社会里面会产生的一些争议 包括这一次世界上 所有人觉得说 他们就是一个开玩笑 就是一个嘲讽 他有一个标准吗 他有一种情境 可以协助我们去做判断 什么是良性的 什么是一种 这个冒犯里面是属于良性的冒犯 什么又是一种恶性的冒犯 他对别人会产生伤害的呢 其实良性恶性 确实没有绝对的标准 但是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我们放大 因为我学社会学 就是说每一个笑话事件 我们都应该放大到社会脉络 那如果你历史时空来看 台湾的发展跟中国大陆做对比 台湾在1987年解岩之后 台湾的笑话风格也产生了变化 什么变化呢 就是在戒严时期 台湾当然一定也有笑话 笑话可以是冒犯各种各样的弱势者 无论是女性被品头论组 还记得以前的歌听秀 歌听秀里面非常多的女性来宾 是被品头论组的 无论是高矮胖瘦 或者是性的暗示 这些好像在戒严时期 是被视而不见的 可是当时的有一个禁忌 是不能冒犯的 就是政治笑话 你讲到总统 讲到某些政治人物的话 你可能就会被约谈 但是台湾解岩之后 言论自由的空间变大了 这个就牵涉到言论自由 所以台湾社会开始形成的一种 就是言论的尺度非常非常大 各种类型的 所谓的优越性的笑话就出现了 但是台湾社会 在共同学习的过程当中 也开始学习到自由民主尊重不伤害 这样子的一种核心价值 所以台湾社会的幽默 以今天的脱口秀 大家知道最近非常流行脱口秀 就是来自美国的一种笑话类型 笑话有很多的类型 这叫做stand up comedy 就一个人的单口相声 那这种脱口秀 其实最好笑最好笑的 就是触犯两个 过去可能会认为禁忌的东西 在台湾它出现的类型非常多 一个就是开政治人物的笑话 在今天是非常流行的 它不牵涉到恶性冒犯 它也不会有文字欲的问题 通常不会 另外一个就是性的笑话 性的笑话在台湾也是非常 过去是禁忌的 现在也越来越松动 所以其实什么是恶性 什么是良性 它会随着社会的变迁 集体的那种心肇不宣的 那种判断力 就是可接受不可接受的 那个界限的浮动 是有关联的 如果对照中国大陆的话 大家知道最近 也有所谓的文字欲出现了 就是那个中国的脱口秀节目 脱口秀大会 里面有一个人叫House 他就讲了一个笑话 就是影射了权威 就是讲说 他最近收养的两只野狗 这两只野狗很厉害 他抓松鼠的时候 真的是作风优良 作风优良 能打胜仗 这八个字呢 其实是小熊维尼 所讲过的话 糟糕 我怎么会想他小熊维尼 你知道没有叫老熊维尼 对 至少我没有讲到 习近平这个名字 不好意思 哎呀糟糕了 你知道我发现那个麦当劳 充满了习近平 因为有一句话 有一首歌 麦当劳的那个广告歌 就是麦当劳都是维尼 哇 你今天唱错曲 糟糕了 我去不了大陆了 所以中国大陆呢 出现这个笑话之后 在现场是非常好笑的 可是因为他这个 有冒犯到政治人物 冒犯到解放军 所以他被停泊 停演 而且被罚了一千多万人民币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两岸之间的差别 就是台湾社会现在笑话被视为是 所谓的恶性冒犯不好笑的 就是取笑弱势者 弱势族群的笑话 我们台湾自由民主的社会 我们发展出了一种 对于社会中的脆弱者 我们要予以更多的资源上 或是态度上的尊重跟关怀 这是台湾笑话的一个心造不宣的界线 那中国大陆呢 你可以尽可能的笑很多的弱势者 却不能强 不能影射强势者 因为这个笑话 其实我觉得并没有直接影射 但是他还是受到那么严重的惩罚 所以我可以从幽默的可说不可说 界线来判断台湾社会是比较民主的 中国大陆是比较威权 甚至于是专制的 这个民主当然是相对于你所嘲讽的对象 到底是一个比较强势者 还是一个弱势者 这边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刚谈到在早期的台湾的 这些综艺节目或者是餐厅秀里面 其实对于少数族群 对于女性或者是性少数 它事实上是有很多的嘲讽 但是当时那个年代 很多人看的这些事情 大部分是哈哈大笑 或者说看到这样的一个嘲讽 即使你不开心 大概你也不太会去表达出来 可是现在你会发现不一样 只要你去开这种所谓的少数群体 包括刚刚谈到的这些不同的群体 这社会就开始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会有一些觉得你应该要去尊重这些人 所以它实际上可能代表这个社会 是某种的进步 或是可能会有人认为是某种的文明 这其实是一个情境的过程当中 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有一种新的 一种要貌出现 所以这个奋纪它一定会是在 一定是浮动的 但是有一些资本的尊重 或是会不被尊重 常常会跟你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里面的这种所谓开放程度 或者是这种对于人的这种态度 是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下再继续来讨论 也许我们待会可以直接请周平老师 怎么去看待这几次 包括从中医中一直到台大经济 经济系学会会长选举 这些过程当中 事实上很多这些同学都说 其实我只是开玩笑开过头 那怎么去看待这种状况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 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 管中想参赞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通过任务的专访 一切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 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 收看当然也很期待 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通过您的捐款 才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 更好做更多深度的报道 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 要从中医中 以及台大经济系学会 以及会长的选举 与其刚之前发生的 台大言论自由月的事件 来进一步的做讨论 邀请到的来宾是 南华大学的 应用社会学系的周平老师 周老师你好 嗨大家好 周老师 谢谢您在前一段 给我们做了一些分析 因为我们今天特别 要从笑话的角度 来跟大家讨论 这个很严肃的议题 我们其实在前面 已经花了蛮多时间 在谈到一些笑话的元素 以及笑话跟社会脉络的这种关系 那也许我想要请周平老师 从直接从这个事件好了 我不知道你对刚刚谈到的 包括中医中 包括台大言论自由月 包括台大经济系学会会长的选举来看 这些所谓的歧视性言论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因为其实包括台大经济系学会的学生 其实他们也说 他们其实是一个比较玩笑的尺度 就是拿捏的不恰当 会炒生这种状况 所以对他来讲 他也是一个玩笑 这是一个开玩笑 他只是拿 于月隆刚刚谈到那种愤记 你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状况 讲这个之前 我先讲一个无厘头的笑话 你知道英文的 我太高怎么念呢 I am too tall I am too tall 其实就是too tall I am too tall 大家看到我头发 但是如果听他也看不到 大家去搜寻 如果听他也搜寻一下他的照片 I am too tall 所以因为地心的关系 都掉到我这边 都变胡子了 I am too tall 其实是一种自我解潮的笑话 比如说我找到了 我自己身上的缺陷 可能是生理上或心理上 种种的缺陷 然后我自我解潮 伤害的是我自己 但是有可能 我愿意讲这种笑话 可能是我不觉得 这是一种伤害 所以这种 它也是一种攻击 它攻击你自己 而且你会产生一种优越性 优越性就是 我可以面对这个缺陷 然后我征服它了 所以它有可能是 那个笑话者对自身的缺陷的一种 非常出于有自信的一种自我揭露 然后引发他者的那种笑声 而且这种笑声是非常善意的笑 觉得你好厉害 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人 会用自我解潮的方式 来展现自己的风度 或者智慧 比如说美国总统 他们甚至于是仰赖智囊团 帮他们在演讲的时候 安插自我解潮的笑话 这当中的佼佼者 就是赫林顿 赫林顿总统 其实非常会搞笑 后来的欧巴马也是 那他们的笑话里面 比重最高的就是自我解潮 对 那这些台中益中的同学的 那个西环纳 他这个化学分子 然后用谐音梗来暗示 这个原住民 或者是台大经济系 经济系的这个 系学会的竞选 第二组候选人 他们其实是深思熟虑的 因为通常其实只是会单一 针对单一对象嘛 他们是有条理的把它整理出了 对于性别 这个真的是深思熟虑嘛 他知道这个会冒犯 所以他就是刻意要集中所有的冒犯 性别阶级 或者甚至于处女 或者甚至于羊具崇拜 甚至于有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 就是所谓的物种歧视 他有一段讲到LGBT跟狗 对不对 这跟狗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他们应该要道歉 不是对人道歉 对狗道歉 所以换句话说 这些同学认为这个社会当中 政治最不正确的这几件事情 他们透过深思熟虑的把它排列出来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动机上面 非常恶意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有一些人 会在脱口秀的现场即兴笑话里面 没有深思熟虑的讲出不恰当的笑话 比如说博恩就常常这样子 就是这种笑话 如果碰触到是某些人的悲剧苦难 比如说像郑南荣 他就讲过这种这样的笑话 但是我会比较同情那种极性笑话当中的没有深思熟虑 我比较不同情台大经济系这两位同学 他是深思熟虑的设计这个 他自认为好笑的那种笑话 他也知道这个笑是一种冒犯 可以引发某种所谓的愉悦的愉悦 第一个愉悦就是冒犯 第二个愉悦就是很爽 所以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态 还是想要寻找愉悦的愉悦 但是放大脉络来看 除了在台大经济系小的脉络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想要创造愉悦的愉悦 我们放大脉络来看的时候 因为发现他们的冒犯是一种恶性冒犯 因为冒犯我们这个社会在民族化过程中 共同学习的什么是脆弱者 我们不应该冒犯的这样的一种心照不宣的规范 这是一种 那个所谓的火冒4.05帐 这个当然也是针对所谓的平权法案 也就是所谓的原住民考试加分这件事情的一种不满 这个不满是可以在公共论坛上面表达的 但是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暗喻 所以换作叫笑话有一种技巧就是隐喻或者是暗喻 那这样的暗喻呢 事实上可能是历史知识的无知 道理说他们应该是台大的这些优秀的学生 应该是特别是法律系 或者是那个经济系 他们应该知道这个历史性的原因造成我们学家透过平权法案来弥补过去主流社会对于弱势族群的伤害 所以affirmative action的存在一定是有这个历史的厚度 如果你只知道现在分数上面好像计算不一样 你没有看到历史的渊源 这也是一种无知 所以种种种种的冒犯其实让我们看到 有一些是无知 有一些是无情 都是想要消费社会大众主流价值 我相信他们当事人也知道 这些主流价值已经形成说这些东西是禁忌 是不容冒犯的 其实一个台湾社会 或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在集体学习的过程当中 学习到说目前的历史时刻之下 我们这个社会有哪些事情是禁忌 哪些事情作为禁忌是可以进行良性冒犯的 哪些在今天的氛围之下 跟比如说30年前40年不一样的 不能再冒犯了 他是浮动的 这个其实刚刚周平带有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就是谈到我们所谓的自嘲 就是我们看到在台湾也好 台湾的终于节目主持人 我都觉得张小燕是比较属于自嘲型的 可是如果是早期的胡瓜 他事实上就是嘲讽别人的身材身体的 但现在最近这几年也有一些不一样的 比较不一样的展现的方式 其实这也蛮好玩 就是所谓的自嘲 例如说我们看到原住民族 他们其实在每一年的公共电视 还是原民台里面 他们就是原住民讲笑话的时间 其实也真的蛮好笑 但是那个就会变成自嘲跟嘲讽之间的奋计 当然自嘲如果从一个弱势者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你刚刚谈的蛮好玩 上个礼拜我们在谈到说 他可能是在做某种的自我保护 我就符合你主流的观点 然后我就来笑我自己 可是你刚刚谈到说 我可能又是某种自信的展现 这个自信的展现让我想到 中国的脱口秀演员徐志胜 他常常会去嘲讽他自己的色盲 他自己的长相 其实某种程度他是做某种的翻转 就是在哏里面 就笑话哏里面有这种翻转 这是一个 这第二就是说 这种所谓的自嘲跟嘲讽别人之间 常常会有人觉得说 你可以自己嘲笑 你可以自己搞笑 那我笑你不行 这个有一个界限吗 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很模糊 那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 如果是纯粹的汉人去拿原住民开玩笑 他可能会被骂 可是如果是汉人跟原住民一起开玩笑 好像又还好 这个有一个奋计吗 我觉得这蛮困难的 这个拿捏分寸其实是纯乎一心 而这个心可能就是你我之间的互为主体的 我们共同判断说这个界限现在在今天是在什么地方 他可能十年后 他可能这个界限又浮动到别的地方 所以我们共同学习 其实公民社会是共同塑造 共同塑造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上帝定的一个律法 然后我们大家就必须完全不容侵犯 是我们彼此之间在这种 常误错误的过程当中 彼此了解了不能接受的或是可接受的界限在哪里 你刚刚讲到那个所谓的弱势族群的自我解潮 除了比如说身心障碍者 如果他愿意讲自己的身体缺陷而产生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笑料 比如说像那个黑人歌手Steve Wanda 对不对 他是盲人 他就有讲过非常多几百几千个笑话 你们去查他的网站就可以发现 其中一个笑话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他说我很怕跟我老婆吵架 因为每一次吵完架之后 我老婆就重新布置家具 对他来讲就是个灾难 像这种自我解潮的笑话 可能代表说我愿意超越我的身心的损伤来搞笑 这是一种自信的表达 它也是一种生命中困境的一种超越 但是这种攻击性的笑话 如果不是自我解潮 攻击的是他者 我们预设的是那个他者是非我族类 他跟我的特征不一样 可能是出色 可能是性别 或可能甚至于是宗教信仰 我就嘲笑他 而且他者是在缺席的情况下 而被我们嘲笑 对他者来讲他没有机会反驳 这种笑话其实就有可能会踩到红线 因为侵犯的社会当中 主流社会已经认为他们是有差异的 这个差异在我们今天的社会 会认为是要尊重的 这种尊重差异 它背后其实是一种社会正义 叫做肯认的正义 我们要肯认这个社会当中 因为资源分配 因为历史上的种种因素 他们处于社会的相对弱势位置 那我们就社会正义的角度来说 我们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 或者甚至于更多的资源 这个默契呢 其实也应该进入到 笑话的这个领域当中 所以不要开不在场的 弱势他者的玩笑 这是台湾社会先的禁忌 那比如说原住民如果自我解嘲 这个我就想到有一个hiphop的歌手叫做潮州土狗 潮州土狗它有一首歌 一开场就是檳榜小米酒 当然我现在模仿他的口音 一定要小心 有非常多的人模仿口音的时候 也会被视为是可反印象 我蛮喜欢潮州土狗的 OK很好 潮州土狗它就集中了所有的隐喻 就是台湾的汉族主流社会 认为原住民就是有这些行为 猎枪或者是山珠 当做交通工具 所以这个笑话本身呢 明显的是自我解嘲 而且是好像又跟汉人的刻板印象 好像是对应的 所以我就想说这个要如何去解它呢 这就有点像黑人的饶舌歌 有很多也是在自我解嘲黑人的缺陷 甚至于自称为Nigger 就是白人来称的话 这就是一个灭称 但黑人自己称Nigger 好像就不是 就好像我们以前说台客 台客是一个对台湾人的灭称 可是台湾人自己自称为我是台客 那时候台客这个意义就会被翻转 有点收缓然后又翻转过来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某种的肯定 或者说又怎么样了 你觉得好笑 那没关系啊 反正就这样啊 它反而是有种自信的展现的意志吗 对这个翻转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潮州土狗 大家也可以去看它的歌词 那当然也看它的影音了 就是它整个歌词看起来好像就是 如果用主流社会那种 过于关心社会正义的人 他可能会说你们怎么可以作践自己呢 你们怎么可以把自己的缺陷 那么有系统的呈现出来呢 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这些文本 这些歌词有没有言外之意 就是说没有写出来的部分 那个留白的部分 是不是在提醒我们说 你们汉人是不是这样看我们的 你们够了没有 那我用透过自嘲的方式 把那个留白留给汉人 乐听人 你们是不是听我这首歌 觉得很好玩很好笑之后 同时也会学习到说 你们不应该用这些刻板印象来贬译 那个原住民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看文字 同时我们要看那个文字之外 言外之意 也就是那个留白留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纯粹的娱乐 或是听歌 它没有办法 可能也不会想那么多 然后会不会有人担心 就变成复制的 自己去复制的字体的刻板印象 会不会反而是更早 对 所以这个解读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就是可能汉人会说 你们不应该讲这种原住民缺陷的笑话 那这样子我们的社会的刻板印象会更加复制 这就牵涉到我们社会的解读的素养 诠释这首歌的素养 如果这个同时我们看到这个笑话 玩耳一笑 同时我们也知道说 这其实是社会的核心价值 就是不要再用这些东西来加租在他们身上 这是另外一种解读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其实除了搞笑的人之外 鉴赏笑话的时候 你的解读的功力 也是一个民主社会要学习的东西 我们能不能接受 就是幽默是建立在冒犯 然后这个冒犯是无伤大雅的 我想到一些例子 我很快地解释一下 比如说美国总统拜登 他曾经邀请过一个华人的脱口秀 就是黄西 在全国记者的早餐汇报上面 黄西搞笑 全场包括拜登 都在聆听这个笑话 这个笑话里面有非常多的比重 是在嘲笑当时的副总统拜登 没有事情可以做 因为伯巴马太能干了 这个笑话当然就是在攻击 邀请他的拜登 然后拜登是捧腹大笑 这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攻击性的笑话 在一个非常有哑亮的情境当中 就是听笑话的人 或者是听笑话的旁听者 也都觉得这个笑话的攻击 是可被接受的良性 而且会显得这个总统 这个领袖人物 他是有雍容大度 有民主风范的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 这个笑话的内容是在攻击拜登 但是他的留白的地方 言外之意就是 我们是一个多元包容的社会 我们可以接受这种相互攻击的笑话 到一定程度 我们刚刚在前段也提到说 这个笑话或者是这种嘲讽 某种程度它是有进步性的 或是具有某种的反抗性 那刚刚谈到包括原住民加分的议题 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社会里面 非常强调人权跟多元文化教育 可是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底下 有人会觉得说 一天到晚讲这种什么多元文化 人权文化教育 太政治正确了 我每天都听老师在那边念念念念念念 就觉得很烦 在现实上面不是这样子 那那个加分的议题 的确从某些的汉人的同学说 你们又没有这么的努力 为什么可以跟我得到一样的成就 或者得到一样的到学校来度 即使你是一个外挂 外加的名额 可是也就是说 对这些人 他其实是存在了一些不满 虽然周老师可能觉得说 你没有去了解解解构性的因素 历史性的因素 可是他就是不满 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去直接的讨讽他 攻击他 那怎么办 那我要怎么办 我还是很想要幽默的 我也不可能直接去推翻他 我可能没有办法改变他 我还是要幽默的栓一下他 那然后又不伤人 就是你今天幽默的栓一下他 可能太栓了 让别人觉得受到腐蚀 可是有没有什么幽默 然后不栓人 然后以这个例子来看 就是我还是 他还是有他的意见 他还是有他的不满 只是他可能表达的时候 会让人家觉得冒犯 那怎么办呢 对啊 这难道要直接骂吗 直接骂不是更糟糕吗 我先从一个笑话的最 甚至于从演化的角度来说 人类为什么会产生笑话 这个非常源头的来反省起 你知道我们婴儿也会笑 但刚出生的时候 可能不是出于社会运动 他嘴巴就是有时候会嘴角扬起 但是在四个月 对 但是四个月之后 就开始会有互动性的笑 比如说你在他面前 就是搞怪 他就会跟跟跟跟的笑出来 或者是你在他面前遮脸 然后突然眼睛又露出来 这种消失又出现 他也会笑 那这就表示说 人类这个笑应该是一个非常根本的能力 当然这个牵涉到非常多的原理 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逐渐长大之后 小朋友开始跟同财团体一起相处的时候 我们会展现出一种笑 叫做玩笑关系 玩笑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 而且越能够开玩笑 就表示你我的关系越好 所以要建立凝聚力 朋友之间可能会用 看似攻击 其实它是一种假性攻击的方式 来逗笑彼此 那就是损彼此 另外一种 就是小朋友会笑 是因为 他开始感受到这个社会 加注在他身上的规训 规范 所以小朋友最喜欢的第一个笑话 就是他第一个被规训的东西 就是大小变的训练 当大小变的训练 开始变得严肃的时候 要在对的地方 对的时间大小变 这件事情对身体的自由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束缚 某种程度 可能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伤痛 所以呢 小朋友 我有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孩子你在笑什么 孩子你在笑什么 不是在广告 那这篇文章就提到说 小朋友最喜欢的笑话 就是讲排泄物 大变 放屁 或者身体各部位的排泄物 很脏很恶心 他们都喜欢讲 所以他们在讲这个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反抗性 就是说反抗社会 加注我的规范 或者是规训 透过这种反抗 我产生一种愉悦 因为我现在不能反抗 实际生活中 我必须要控制大小变 那我就在语言当中 就不断地讲大变 然后小朋友就会觉得超好笑的 你去观察三岁到六岁的小朋友 你就会注意到大变很好笑 那我们就可以了解 原来这是一种反抗 那同样的道理 一大堆的公民教育 一大堆的多元文化教育 在学校里面 教得非常无聊 我三岁还要变成考试科目 我实在受不了了 那我就想要把它看成是大变 对 看成是大变 那我就故意开这种玩笑 所以它确实展现了一种反抗性的幽默 那所以我是在试图讲这种源头 就是对我们身心状态产生束缚的规训 我们都想办法想要了 透过另外一种形式 比如说笑话的形式来预约它 戏弄它 这样很爽 因为我被压抑 我要书放给书解 但是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公民教育 或者多元文化教育失败了 为什么呢 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治愈的教育 认知 对 道德教育是最糟糕的道德教育 任何道德的教育都应该建立在 所谓的两难的辩证上面 没错 但是我们今天都是把它死背下来 就是它这个伦理的问题 是一个辩证的一个过程 没错 而且这个辩证 我觉得最关键最关键的地方 是我们今天多元文化教育最缺乏的 我们今天多元文化教育 肤浅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比如说 异国的美食秀 或者是异国的服装秀 或者是异国情调的风俗习惯 我们来认识一下 然后嘻嘻哈哈 我们终于认识了世界各国的异文化 这就是多元文化 这是失败的多元文化 真正的多元文化应该要了解伤痛 比如说光复高中几年前的纳粹变装秀 很好玩 全校都觉得很好玩 可能校长 他们的指导老师是历史老师 绝对不会是无知 历史 他是有知 但是无情 所以他们觉得那个场合的愉悦 愉悦的禁忌是非常好笑的 马上的引发以色列代办处 或者是德国代办处的抗议 那就表示说我们对于那个二战时期的犹太人的苦难 这件事情我们无感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多元文化教育或者公民教育 最严重的缺陷就是我们不是透过情感性的方式让人们同理 所以我们认知到非常多历史事件 我们还是无感 所以这不时的就会把它当作笑话 然后不知道这是一个红线 所以我觉得情感教育 在我们的多元文化教育或者公民教育里面 是完全缺乏 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但是回到这个案子上面 这个年轻的朋友对这种教育觉得不以为难 或者是觉得这反正是另外一种政治正确 甚至是另外一种压力 甚至是一种教条 但是他在表达的时候又感觉就这样讨论下来 有点太超过了 他怎么样用幽默的方式来去表达我的不满 我觉得他从某个角度来讲 他的确是不满 或是他可能是不满 然后我就是开玩笑开过头 我就是要开你的玩笑 但是我开过头 我不知道那个奋纪在哪里 那有这种奋纪吗 就是从他的角度 从一个言论自由 从一个既然要去论辩 既然要去施辩 那他有什么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不就立刻被回过头来 这么非常猛烈的这样的一个批评跟限制 然后也造成别人的伤害 对所以这个角度当然我们作为无话不谈的话题 当然就从这个角度也要带进来看 就是说如果这个社会 所有的弱势者 我们都不能开大玩笑 因为这会戳痛到别人的伤痛 那么这个社会可能就会很不幽默了 比如说像希腊时期的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 他们认为人的德性 就是建立在不要做没水准的笑 他们甚至认为笑本身就是一种生理功能的失控 另外一种笑就是笑他人的缺陷 他们也觉得这是你品德上的问题 所以一个有品德的人 有智慧的人 是不应该笑的 那我们知道民主社会 或者是以自由主义为基本精神的现代民主社会 其实我们都会觉得 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不好笑 这样的社会有点苦闷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拿捏分寸 说我们今天是鼓励幽默 鼓励笑 甚至于有人认为说 其实一个社会越幽默 他就越多元包容 所以这是一种对象性的问题 就是说那我对教学的方法不满 我对这种所谓的道德的教育不满 我应该回过头来去嘲讽教育 或是嘲讽教学的方式 而不是回过头来去嘲讽那些 可能已经受到伤害的人 这个幽默的方向 会不会他一样是幽默 但是那个方向变了 那我们去看这些事情的 切点跟观点 就不会所谓个人责备论 或是少数族群 他占了某种的优势跟资源 那他还是回到一个制度跟结构的问题 这也许是一个另外去翻转的一种可能性 没错 事实上 比如说如果你对公民教育 有非常多教条 这件事情非常不满的话 你为什么不把掌权者 帮你定义教育内容 这件事情当做笑料来笑呢 就是你要反攻 你要反攻权力在上位者 而不是你的攻击是权力在上位者所定义的禁忌 然后你要故意冒犯这个禁忌 而这个冒犯的禁忌 确确实实就是有所谓的 有伤痛经验的弱势族群 这是一种懦弱 所以这种笑话是懦弱 你有勇气的人 那我以自己为例 我经常会开校长的玩笑 因为他才是我们这个学校里面权威最大的人 我不会去开我的学生 或者是我的同事的笑话 因为他们是权力上面的相对弱势者 没错 但我在批评 我如果开批评我的学生 批评我的同事 这些弱势者的时候 我可能也是在表达对体制的不满 但是我是在拿弱势者来消费 但是如果我同样是批评这个体制 我批评的是决策者 那这个时候 我可能这个冒犯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至少我的冒犯 是希望来颠覆这个不合理的体制 来深追结果间接的 或直接会保护这些弱势者 甚至是有 比如说像我们的校长 有一次我就在校长室前面说 校长室租 结果我就差一点不续聘 因为我泄露个资 后来我又反省到说 这个笑话有点伤害 伤害到谁呢 伤害到猪 所以我就觉得 跟猪道歉一下 为什么伤害到猪 因为我们要用猪来否定一个人 我们好像就预设了猪很笨 对不对 对猪是不公平的 这叫做物种歧视 我现在其实有一本课叫动物社会学 我叫他来推广 有一种歧视 不是性别歧视 不是种族歧视 但是他也是非常严重的 这是物种歧视 人类中心主义 嗯 嗯 他成员了 OK好 下次我再找你来谈物种歧视 你不错很棒 今天置路都很成功 你可以找一只猪来访谈我 OK 今天非常谢谢周平 我觉得今天的讨论我觉得蛮好玩的 而且其实也在我希望这个议题可以更深入 虽然我们在脸书上面网站上面很多讨论都很棒 但是回到一个可能权力关系的角度 回到一个人的生活里面好像没有办法 没有幽默感 但是这个幽默感要怎么去拿捏奔计 事实上我想周平今天有做了很多的说明跟讨论 非常谢谢周平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讨论相关的话题 欢迎大家有机会来修 来修特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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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